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融机奖励20%涉嫌不法利益有高达111亿 那北俭是扣押了土地户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了 在柯文哲这个案子以及金华城案子后续 究竟呢除了事实的真相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政治的攻防存在 我们就要来看了民众党其实对于 北俭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是相当不满的 而且也发新闻稿要来反击 包含呢像是民众党的说法是 北俭对柯文哲主席进行的是司法政治追杀 而且也在罗织各项的罪名压人取贡 派和特定媒体放话的行径 至今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如今都是以都委会依法合议通过的 20%荣机奖励来强扣柯文哲主席 涂利百亿的大帽子 那民众党这边认为实在是无法苟头 不过前立委郭正亮说 这个是检掉要使出杀手箭了吗 因为接下来要来看的是 沈庆金还有台北市议员 应小威为何不愿意当污点证人呢 因为他们只要一承认的话 这土利罪就已经成立了 金华城就要马上停工 检方的策略就是要让你先死了心 你就算要盖也不能卖 等于这么大的一个土地面积 就要控在那边了 不过接下来包含像是游淑惠 他也调查之后发现其实这里面还是藏有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猫腻 而且他也认为北柬在放大绝了 因为他说谁也没想到 在这个部分 北柬是直接扣押了金华城的土地 那么金华广场就会面临到呢 连预售都没有办法售出的窘境 没有办法销售的话 那资金就没办法回收啊 而且银行团如果再两天 雨天收 再几天的话雨天收散的话呢 等于就是雪上加霜 而且他也认为在台北地院会财准这么高的金额扣押 表示北柬应该已经提供了此为不法利益 一定的证据要来说服法官 那接下来就要看 包含像是有哪些的关键人呢 现在是不是都一一的被压了 那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10月4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北柬是首度的提讯顶月开发前董事长朱雅虎 在这边他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其实由于呢朱雅虎坦承部分的行贿事实 所以现在检方想要试图从他的口中追查审庆金的汇款流向 那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检方这边四度提讯的是彭震生 随着案情逐渐明朗化 那彭震生的心情似乎不错 因为下球车的时候还被拍到带着一抹微笑 那有人就分析啦 包含像是前立委沈富雄 他就说了 柯文哲有一个心理上的弱点 因为他越怕的地方 越会无意当中的提出来 那现在柯文哲都拒绝提讯 态度上他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 而且沈富雄说 如果柯文哲你坦荡荡的话 那来问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他认为啊 现在柯文哲是有点心虚了 有点虚了 那在做最后动作的顽强的准备动作 那在律师这边也有特别 有一个说法 他认为朱雅虎认罪 恐怕是要让柯文哲心虚 然后无力出庭 而柯文哲拒绝出庭 也会面临三大的法律后果 包含像是强制道庭啊 延长积压以及从重量刑等等 所以后续到底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因为北检在侦办金华城案的时候 是认为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等人 是违法徒利的行为 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了扣押金华城土地获准 千里违固正量就表示了 这等于是检掉下了杀手箭 而且把这不法所得直接没收 不让你当污点证人 他们还是可以直接弄掉 好 他这个是一个办案的逻辑 是 就是审刑金跟应小为 为什么都不愿意当污点证人 因为他们只要一承认 那图利罪就成立嘛 那金华城就要停工 那我现在就是要让你死了心 你金华城盖 你也不能卖了 所以我这个等于就是 检掉下杀手箭 把这个不法所得 现在就直接给你没收了 所以你不当污点证人 那事实上我还是可以把你弄掉 所以就要跟 再跟他谈说 你不用去想金华城会不会停工了 因为实际上你已经没有了 随便的没有退路了 对所以这跟柯文哲是不是 介入金流对价还不是同一件事 不是同一件事 是办案的逻辑 我们现在线上邀请到的是 前立委陈晚会 晚会姐早安 主播早 大家早安 我们要来持续看了 这个金华城容积奖励20% 现在被北检认为是不法利益 高达了111亿 所以北检扣押土地是获准 那前立委郭正亮就解读了 这个是检掉要使出杀手箭了 就此来突破沈庆金 要不要让他转污点证人呢 另外还要请教晚会姐一个问题 就是前立委沈富雄 认为这柯文哲的态度好像有些转变 认为他现在是有点虚了 在做最后顽抗的准备动作 这一些您怎么看 我觉得先回应一下 刚刚主播提到就是沈大佬所讲的 那我的看法 刚好是跟沈大佬不太相同 就我对这个 就是柯文哲的认识 我认为他不是态度变了 他应该 他为什么不会去 他为什么不去拒绝运讯呢 主要是因为 他其实就我所对他的猜测跟理解 因为目前我们所得到的讯息 其实也跟大家一样 都是从媒体上所知道的 但是呢 我对于他拒绝运讯的部分 就我过去跟他共事的一个了解 我认为他这段时间 他一定觉得检察官已经把该问的 他能够我回答的 他都已经回答了 所以他应该是不想再这个 就是像之前有 也有医师写过一篇脸书 我认为他就是觉得不用再问 他该讲都讲了 那所以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沈大佬说他的态度变 我认为他应该是始终都是把他觉得他该回答的 都已经回答检方了 那另外就是刚提到就是说 这个检方北检这边的一个办案的一个状况 这件事情从 呃 积压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小草 要特别集结到这个土城看守所这边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觉得非常的愤怒 其实办了一个月的时间 从一开始配合了这些测译网军 还有就是特定的这个电视或是媒体 来做相关的一个有关金流的一个报道 每篇故事都写的非常的一个精彩 那办了一个月之后 在昨天扣押了这个金华城的一个土地 就是很明显的金流办不下去 要从这个土地罪来办 我想昨天党中央这边也已经发出了相关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声明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像党中央讲的 如果办一个月之后 然后你这个所谓的一个放大绝 是用这个扣押土地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押人取公 他试图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逼审慶禁 如果事实都存在 为什么要用逼迫的一个方式呢 这是我一直觉得很疑惑的 因为在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从开始就是用都市计划法 他们来申请 一切都按照程序走 这个20%如果他现在是用20% 要来就是要办他土地的话 这个20%就是从这个都市计划法 在最后送这个都委会之后 都委会所共同呃 审议出来的一个20%的一个结果 之前我记得蔡振元博士有讲过嘛 其实在这个农机奖励上面 很多的县市都是15%到20% 20%并不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数字 但是呢他现在呢 因为在金流上面 我觉得怎么兜 这段时间当然也放出了很多的一个讯息 还是在继续在兜这个金流 但是看起来是目前呃 没有在兜出其他的故事来之后 我就讲这个整个的事件链里面 他最后就用这个呃 就是20%的这个奖励呢 要来用把他罗织为这个土地罪 所以我们是觉得在这个呃 柯文哲基亚满一个月的这个时候 那这个动作非常大 那目前我觉得呃各界也都在关心嘛 就是说北检已经都用到呃 就像刚刚这个呃亮哥讲的 用这种非常呃这个已经杀手键了 时速杀手键 那我们就要看他最后 因为他看起来应该就是会朝向起诉来做处理啦 那起诉的这个原因跟理由是我们非常关切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